在秋意渐农的11月初 旺带小镇通常因暴风骤雨的气候而显得肃穆 但今年的天空格外晴朗 阳光洒满港池 温暖着水面上绚丽多彩的翻影 这一天 中国船长徐金坤与三位国际帆船选手 放下了繁忙的赛事日程 和多位残障人士组成团队 在Ameca港池内进行了一场轻松愉快的帆船趣味对决 这不仅是一次欢乐的帆船体验活动 更是徐金坤多年来致力于推广残障人士 翻船运动的又一真实写照 自踏入航海生涯以来 徐金坤始终积极推动残障人士翻船运动的发展 对于他来说 翻船不仅是竞技体育项目 更是残障人士勇敢走出自我 融入社会的最佳途径之一 他深信 翻船运动的包容性和对身体条件的适应性 能为许多残障人士带来信心与勇气 也能让更多人真正感受到 自由航海的乐趣和意义 感谢观看